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国内炸油机行业前列 它以热炸芝麻 花生 油菜籽 葵花籽 油桶籽 核桃仁 油茶籽等为主 也可对玉米胚 叶子果 油棕果 大麻籽 酥籽 碧麻籽 橡胶籽 油橄蓝 油沙草 红花籽 苍儿籽 文贯果等油料进行热炸或冷炸 是广大客户发家致富最理想的炸油设备 畅销全国各地 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欢迎您成为其风机械的新客户 谨表谢意 请您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正确使用本产品 机器的正确使用 一 使用前的准备 一 调整地角螺丝 使机器水平稳固 二 检查所有紧固件是否有松动现象 三 给齿轮箱注入20号机油或齿轮油 检查油面不高于减速箱内主动轮轴控下沿 四 检查并调整传动带的松紧程度 五 检查出柄口是否放开 心机磨合阶段 出柄口间隙影适当放大 如果太小 可使出扎烧头与出柄圈咬死 造成设备事故 一定要按标记旋转 左旋为进 右旋为退 六 做好轻选筛 炒锅等 辅助设备及生产工具的准备 七 把电器控制箱的电源连接线 通过闸刀与保险和三项四线制电源接通 机器加装接地装置 二 调试与磨合 一 调试 核上闸刀 逐项启动有关电机 电器运转 检查螺旋轴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加热系统是否正常 真空泵及管路是否正常 及是否有不正常的噪音 温声等 若有异常 应停机排除后 继续空运转5至10分钟 以做进一步的观察 二 磨合 待空转正常后 可缓慢投入将有少量饼屑或棉壳 生菜色的料胚 反复回炸直到出饼顺畅 如炸糖内出现异常响声或梗阻现象 应立即停止投料 待响声正常或梗阻现象消除后 再缓慢少许投料 梗阻严重时应立即停机 拉出闸轴清理后 重新安装磨合 连进梗阻时继续投料 或强行运转和强行反转倒料 以免造成闸轴卡死或出现事故 一般磨合期为4至6小时 封壳时闸裸表面光滑 料胚前进顺畅 之后方可进行正常生产 3.正常生产 1.预热 把温度自动控制表指针定在130-200度的位置上 转动炸糖加热旋钮到开的位置 使远红外加热管对炸糖进行预热 一般夏季需要30-40分钟 冬季需要40-60分钟 当温升接近锁定温度时 清理后的油料即可蒸炒 当温升达到指定温度 而料胚的蒸炒温度和水分也适宜入炸时 即可把炸好的料胚加入料斗进行生产 2.保持均匀进料 切勿过多过少或断料空转 以免压力不均或形成放炮声 影响出油率和生产效率 3.调整好出饼厚度 投料前出饼口间隙较大 当出饼后 要及时并逐渐把出饼厚度调小到1-2毫米 并将锁定螺母旋颈 要随时注意观察出油、漏渣、出饼情况 正常出油位置集中在调排处 油色轻量、漏渣量通常为35% 出饼尖时表面光滑而无油渍、无焦糊味 4.真空绿油 炸油机出油后 要及时把控制接油盘下面的加热管的旋钮 转至开的位置 把小油盘任意一端压低 由经过加热后流入右绿油缸上部 待绿布上存油约1厘米左右时 启动真空梦的电机 打开关气阀 此时放油阀、放气阀、关气阀处关闭状态 在真空的作用下 油纸通过滤布进入右绿油缸下部 当关闭关气阀、打开放气阀和放油阀时 净油便可接入容器 同样在使用左绿油缸绿油时 小油盘左端低 油流入左绿油缸 进气阀、放油阀应处于关闭状态 关气阀、放油阀已经关闭 打开关气阀即可绿油 放油时应先把关气阀关闭 打开放气阀和放油阀即可 滤油一段时间后 真空罐内会有一定残油 放残油时应停止真空泵工作 打开阀门或任何一组后 再打开放油阀即可放出残油 关闭放油阀后 按上面操作可继续滤油 欢迎您成为其风机械的新客户 谨表谢意 请您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正确使用本产品